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第356期ETV 我是洪新凯 在新闻的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心 本期的新闻重点 在地音乐会 校庆活动揭开序幕 网路行销课程 祝偏乡妇女就业 嘉义皮箱医生 收复旅游行囊 六美杯足球赛开打 推展全民运动 10月4日 在中正大学活动中心 举办的在地音乐饗宴音乐会 是中正大学第27届校庆的 第一个活动 也请来了巴洛克独奏家乐团 除了演奏古典音乐之外 也带来了一些改编的曲目 2016年10月4日 为响应校庆系列活动 国立中正大学在活动中心演艺厅 举办了在地音乐饗宴音乐会 邀请了知名乐团巴洛克独奏家乐团 演奏曲目除了乐团本身在推广的古典音乐外 也以西洋古典的方式诠释了一些台湾民谣 他们的曲目上面的安排非常不错 上半场就是就是以那个巴洛克曲风来呈现 但是下半场他选择是平易近人的歌曲去改编 然后大家会觉得音乐没有那么没有距离感 本来是离我们很近的 中正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希望学生能够欣赏一些比较高水准的古典音乐的演出 邀请一些乐团到学校来表演 这样我们学生就可以就近的去聆听音乐会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音乐教育的一个深根 那其实我们也做很多社区的推广 像我们前阵子才到中刚去做了音乐会 那这个就是一面介绍曲子一面演出的一个形态 我们事实上也演了音乐剧场 所以也结合戏剧啊舞蹈这些东西 或我们也用多媒体 喜欢多媒体的人也都会走进音乐厅来听我们演出 储备音乐会需要相当数量的人力和经费 透过各单位的协助音乐会才能顺利举办 一开始的定位是以我们课程的需要为出发点 那就由我们通试中心来主办 那我们通试中心的编制并不大 那我们大部分的同仁都是在处理关于课程方面的一些业务 那我们再配合艺文总子来筹划这项工作 学务处表示说我们本来校庆的确是有一笔经费供艺文活动使用 那图书馆的菜馆长也非常支持 他说这次校庆的艺文经费就赞助给通试中心来举办这场校庆音乐会 学校如果要多举办这种音乐会的话 基本上我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我本身是中正大学金合唱团的团员 然后对于音乐这种本身就是充满了热情 有这种音乐会多点的话对我也是非常开心 2016年10月31日为中正大学校庆 阿洛克既在地音乐饗宴为校庆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也为校园艺文活动增添不少色彩 未来学校也考虑将音乐会列为每年例行艺文活动 中正医报 陈佩荣 王秀金 中正大学报道 中正大学附近商家林立 下课后的人潮让商家赚进大笔的学生财 然而有部分商家未遵照政府的法规规定 许多店家有营业行为 却没有开立统一发票或收据 逃漏税的问题相当严重 学校附近商家林立 许多店家有营业行为 却没有开立统一发票或收据 进而学生纷纷提出是否逃漏税的疑问 对于这样的疑问 得更进一步追溯到部分店家 并未办理营业登记 根据家执行与非家执行营业税法第28条 店家需在营业前向主管机关申请营业登记 然而中正大学附近许多店家都有店面 所以因而无营业登记而规避缴税的责任 原则上财政部有做出就是一些表示 就是他有说原则上要达20万的营业额 才能够才有需要开发票 可是他有做出那个例外的规定 就变成说他每三个月他去查核一次 然后给你再收一些可能营业税之类的 对他就是这属于他们的例外规定 应该就是要保障那些有点像销本生意的感觉 因为这个中小企业他受景气循环影响的程度比较大 所以他设立移动往往非常频繁 所以就我们的观察 还有从一些就是从暗量来看的话 目前中正大学附近的未办登记情况 其实能属常态 国税局针对不同营业规模的小规模营业人 有不同的课税标准 例如为达营业税起征点者就不用办理营业登记 达营业税起征点 但平均每月销售额为达薪台币20万元 也用统一发票但应办理营业登记 而只要平均每月销售额达薪台币20万元 应办理营业登记 课征营业税也应该立同一发票 这可以暂免办理 他有固定的场所 固定其实就是长久经营 我们一般是会请他还是要来 板落实税级管理的部分 那查定的部分 因为营业额可能会与日俱增 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事前管理 如果先落实好 后续我们才有办法去归乎他的收入 面对众多争议 南区国税局民雄基政所表示 要全面调查营业店家 并进行辅导纳税困难重重 还需相关政策配合 短期内无法改善 因为现金交易原本他的性质是稍重及时 除非耗费能力在那边整天住顶 但是使用这种手段是有点不符比地原则 政府单位应主动进行稽查 整论无营业登记或无确实缴税的店家 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减少业者逃漏税的机会 中正一报 蔡怡婷 张远生 中正大学报导 云林县政府在东市国小 开设为期六周的网络行销培训课程 此计划结合了教育部的数位机会中心 教授基本的文书处理和通讯软体的运用 希望培训弱势妇女网络行销的能力 进而米平偏乡地区数位落差的现象 让妇女在家也能够行销浓于特产 云林县东市乡位置偏僻 当地妇女就业不易 政府希望透过免费的网络行销课程培训计划 让他们能拥有第二专长 甚至有机会在家中自行创业 为了想要拉近那个城乡差距 所以说在偏乡这边 选择东市乡这边来举办 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务农 所以说他们有一些农产品 一一地在脸书上公布出来 然后这样子是一个网络行销 让他们有多有一份的商机 除了一些简单的文书处理 他们也学习如何使用 现在流行的通讯软体 让原本对网络相对陌生的他们 有机会接触到虚拟行销 我们开办的课程大部分有 Word就是Office系列 然后脸书还有LINE 因为这是毕竟目前最常用的一些城市 学到了更熟悉 这样Word跟就是LINE啊 跟一些脸书方面的一个运用 因为其实脱离工作环境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 与社会隔离了 所以就是在重新复习 要自己从事农业 那种小番茄跟栗子南瓜 那现在有些会种 但是还不知道怎么销售 所以来学网络行销 这是云林县政府第一次 针对偏乡举办网络行销课程 并且与国小内的数位机会中心合作 政府与民间的资源结合 成功缩短了城乡间的数位落差 那我是希望说这次是试办 试办看看如果说成效不错的话 或许就会有第二期第三期 那我也希望说他们这些妇女 能够有运用这些知识 发展第二专场 或者是可以帮助他们的生活上 更多的一些资讯的方便 希望网络行销课程 在未来能持续举办 并且扩大服务范围 造福更多的偏向民众 中正一报 萧志慧 蔡成豪 云林东市报导 外来种的入侵 对于本地生态平衡的影响非常大 而营交局 沙士变色稀和小花曼泽兰 是嘉义市的三大外来种 日前嘉义领馆处办理防治讲座 教导民众如何防治逐渐入侵的外来种 希望民众能够建立正确的观念 不购买或任意饲养这些物种 也继续民众一同来维持生态的平衡 近日在嘉义公园旁的王天理住宅围墙边 发现被国际自然资源保育联盟 列为百大入侵种之一的沙士变色稀 10月1日 嘉义市政府特别举办 移除外来种活动与防治讲座 教导民众正确的外来种观念 很多东西是有很多很遥远的地方 经有人的方式在做交流 所以我们现在等同把很多地方 人把很多东西就混合在一起 这种混合在一起 会让很多生物产生竞争效应 它就会走就会 有些本来比较弱势的就媚姐了 目前我们知道嘉义市有关这个 入侵种的这个沙士变色稀 那其他像植物的部分 像最近正在收购移除的 就是那个小花曼泽兰跟这个营交局 沙士变色稀对嘉义的影响 政府与学者说辞不一 但假如再不采取措施 沙士变色稀繁殖素率快速 就生态平衡来说 对在地生态链将会是严重的伤害 沙士变色稀在嘉义市 目前是还看起来据调查 是只有这个嘉义公园附近 我们在三天村里面画了136个碗格里面 它大概占了这几个格子 那这个是从2007年的碗格数 到2013年稍微有点下降之后 15跟16年就逐渐扩张 2015年我们调查起来是258万多只 假如这 这每次沙士变色稀一天吃一次分钟 每天就有250万只的分钟会消失 这就是问题 嘉义市政府目前有三种因应措施 一是收购 二是与加大合作捕捉 三是办理宣导教育 民众透过讨论 激荡出更多新点子 最后票选出最可行的三种办法 第一名就是维电影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结合学校教育并做移植摩动 第三名是我们的环境教育宣导 不攜带不购买外来种 发现外来种及时移除 从自身做起一同维护生态平衡 中正一报 陆明 李萱萱 嘉义市报导 嘉义县东石乡的一群新著名妇女 在参加了乡村永续发展协会的活动后 组成了联合国姐妹花 他们积极的关怀在地活动 并在9月30号进行一项 送爱新便当的活动 他们希望能扩大服务范围 让更多人感受来自一国的温暖 嘉义县东石乡的一群新著名妇女 组成联合国姐妹花 来自不同国家的他们 并职着把爱传出去的信念 致力与关怀在地的活动 我们是有来自越南 印尼 泰国 还有我们是大陆 大陆我们也有几位 过来这边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都不认识嘛 然后是参加这个 县村永续发展协会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这样跟大家认识 送餐的过程 就发现这个 这边乡下的独居老人很多 大家年轻的都到外面去 家里都剩下老人在家 所以我们就另外就是有分散出来 这样我们所以就组成这个联合国姐妹花 他们在9月30日进行送餐活动 一早便前往市场采卖 准备制作美味的菜肴给独居老人 去年12月开始 差不多是准备100份 如果有多余的 就是如果旁边刚好有老人 什么在那边 我们会多少给他们一些 去买菜的他们先去买 我们有的就先在这边 先准备一些工作 然后买回来再一起洗洗好了 再切一切再开始做 因为我们今天是煮那个冬瓜汤 跟沙巴汤玩 冬瓜也是他们自己种的 然后又吃不完送给我们 我们又煮起来给这些老人家吃 然后有炒面 有的也是送肉啦什么东西的 虽然目前只在四个地点提供送餐服务 但联合国姐妹花希望能在未来扩大服务范围 把癌传给更多人 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说 收入很多嘛 只是用我们的一点微薄的一点心意而已 所以说我们暂时就是说 一个月两次 目前是栗子论 东轮西轮浩浦浦温宅 还有这个就是四个地方嘛 应该就是这个先龙岗社区嘛 我们的是白水湖 还有网寮 栗子论这个温宅 还有周宅 现在也已经有连结了 怎么去那个扩展 就要等下一步了 除了自己本身的力量之外 他们也希望可以达到扑砖营域的效果 让更多民间团体 共同为东西进一份行李 中正医保宋应生 刘依林嘉义东西报道 嘉义市陆寮里 是嘉乃平原上少数的客家部落之一 近年来 地方政府和嘉义市客家文化协会 重新整合陆寮里的文化景观 希望借此带动陆寮社区的发展 以及发扬客家文化 勤劳的精神 和推广属于他们的特色产业 嘉义市陆寮里 过去俗称红毛碑 当地居民有60%以上的人口是客家人 是目前嘉义市客家人较为集中的地区 大部分的人以务农为生 种植烟草 水稻 水果等农作物 在日季时期啊 有不少的桃株苗的地区的客家人 就迁徙到我们嘉义来 选择劣势故乡的清零地方啊 陆寮中来居住 所以成了陆寮里最大的福祉 也是嘉乃平衡上少是客家人的部落主义 陆寮社区获得客委会补助 将社区总体营造的重点 摆在规划客家生活聚落 经由文化景观导览与周边活动 让游客更了解客家文化 陆寮客庄风情万种 水田间饮暖石 来继承的这个田庚 排列出很好的美景 有入寮里的主标 这个宋寺的烟楼 陈寺客家的火房 镇南宫 石碑形的博光庙 荣安宫等等景点 有人来吃荷啊 那里面一间八公安廟那枯枝啊 枯水啊 我们这家家庭不太好啦 大家在这边平安就好了 大家快乐 平安 这家库民 争议 大家很合适的 很困难的 嘉义市客家文化协会 希望透过文化与产业结合的模式 促进地方发展 凝聚当地客家人 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那我想我们怎么用来推广客家产业 那在政府部门部分 我们在每一年全国客家日的时候 有邀请社区的农夫 来展示他的商品 另外在陆寮客家采风 这个办理文化的时候 也请农夫来收谈 我想点点滴滴啊 只要我们里民社区 齐心 齐测齐力 我想这样子来推广 我们农产品 一定可以增加我们农民收入 陆寮里的客家人 本着情根五毒的传统精神 在这小村庄安身立命 我们不妨以轻松的心情 来一趟客庄的顺利 体验客家人勤简刻苦的传统精神 以及生活智慧 中正一报刘端雅 杨子玄 家一市报导 为提升民众正确的健康观念 并将健康之能向下扎根 家一市政府卫生局 10月2日在东区体育馆 举办欢乐悠悠 健康联盟嘉年华会 活动特别邀请东森悠悠 哥哥姐姐炒热气氛 加上各国小 幼儿园和长者表演团体 上台演出 希望借由育教娱乐的方式 来宣导正确的健康观念 以及慰教知识 家一市欢乐悠有健康联盟嘉年华会 10月2日在东区体育馆举办 配合各项宣导活动 期望市民能够将正确的健康观念 落实于生活当中 这个活动的理念就是 我们每年都会针对不同的主题 来做这些健康的一些活动的设计 因为我们希望建构这个民众 正确的健康的观念 然后希望他们也把这些健康的观念 落实到生活化里面 活动主要关注六大现代健康隐忧 分别是烟害防治 亚洲病预防及孵化物防菊 结合病防治 中药用药安全 食品安全卫生教育 及心理健康处境 这六项主要是卫福部 他每年都会订定六项的这个重要议题 那就是我们地方卫生局 今年主要的这个宣导的内容 现场也提供50岁以上免费流感接种 还有癌症筛检服务及运动指导 因为去年他的高翁 他的有流感的高翁期都在50岁以上的那个老人 所以我们这一周就针对那个流感疫苗都针对50岁以上的连长者 如果自己有感到不速的时候就要到医院去去看诊 如果说确诊到有说有流感疫苗 那就自己要在家做行那个管理 嘉年华会邀请嘉义是国小各幼儿园及长者组成表演团 上台演出四大健康议题 更配合无中闯关活动 期望实现寓教娱乐 再加上为教宣导摊位的解说 让活动更小专业 可以让小孩子来玩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又可以增加小孩子对生活上面健康的了解 希望像这种活动啊 能够以后能够再把它范围更扩大 也就是说小孩子跟家长的互动应该再增加多一点 活动目的希望带给市民正确的健康观念 并将健康知识向下扎根 透过亲子同乐落实于生活中 更期望下次活动增加小孩和家长的互动性 让小朋友对健康的观念生根于脑中 中正义报记者许淳云 王英杰 嘉义市报道 嘉义县第23届六美杯足球赛 10月5日在六美国小热血开赛 为期四天的赛程 共有67队800多人报名参加 家长们也热情到场支持 期待自己的孩子能有好的表现 六美国小校长期望 明年能将比赛的规模扩展至全国 让足球运动成为全民运动 嘉义县第23届六美杯足球赛 10月6日与六美国小举行开幕典礼 为期四日的赛程开启序幕 致力推行足球运动的六美国小校长 也与其他贵宾举行开球仪式 象征比赛能更顺利圆满 其实我认为踢足球也好 任何运动也好 就是要健康跟快乐 我不期待说我们一定要在奥运 得几面什么奖牌 但是如果全国的人民 每个人都喜欢运动 不管他今天打的是 踢的是足球 打的是篮球 只要他能够健康快乐 当人民健康了 人民快乐了 快乐的时候快的人就拥有斗志 就有奋斗的精神 他会努力去追求自我实现 那我们不管是足球也好 任何运动也好 都会成功 足球人于英国 是目前世界上影响 最为广大的体育活动 甚至是被当作一门艺术 参赛的学童们都抱着一个足球猛 表示在踢足球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因为看了世界杯足球赛 之后要成为踢足球的职业选手 要互相合作 除此之外 观赛的家长们也非常支持 小孩投入这项运动 所以我觉得足球运动非常的好 就是可以让我的小孩 就是发泄他的体力 然后又可以强健自己的身体 然后又可以借由足球运动 让他的更有成就感 获得比较多的成就感之后 他会对自己比较有信心 从小时候开始培养踢足球的习惯 能够让小朋友们学习许多可贵的经验 而教练也建议政府能够提供多一点的资源 在推动足球上 其实引进足球专任教练到国中 或是开放 或是开放教师名额给足球领域的话 或许对我们家一线足球运动的发展 会有正向的发展 往后六美杯也会扩大足球竞赛 比赛的年龄层从国小到教师 借由休闲运动推展全民运动 让足球的精神继续延续下去 中正义报记者沈云贤 黄群秀嘉义六角报导 在云嘉南地区 很少有店家会修理皮箱 而在嘉义唯一意间维修皮箱的皮剑行 为台湾各地区服务了50年 制作完整皮箱的技术非常困难 从过去到现在学徒都法人问津 不过幸运的是这项稀有的技术 被皮剑行老板的第二代传承下来 让受损的皮箱得以继续使用 在嘉义唯一意间维修皮箱的皮剑行 修理台湾各地来的皮箱长达50年之久 而制作一个完整皮箱的技能学来不易 这以前是好害 因为都电动的 电动的技能,所以他比较没那些 比较没那些 我们这上午 英国的皮箱 他就是要自己去体会 你不能说 你每次要求傻偶给你干什么 自己要求妈妈的研究 傻偶给我们说一下 那妈妈来的那种 那种困难而已,没什么困难 通通都是头头英国都做到手工 都在天什么有没有的 这些都不是,这些都用车 车车就好了 虽然目前只剩下维修皮箱 但过去手工皮箱的制作过程繁复 从最基本的选物料也是一门学问 这些皮箱要做得起来 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 因为是都做皮的,皮的 不然就做做了 如果要好用就是要 我们传统素的这种 让手工实的会比较好 就像精细的技术被蔡明星的第二代 蔡嘉玉承接下来 不过他还在向蔡明星讨教 如何维修好皮箱的诀窍 应该是从六七年前左右吧 我们就是从皮箱一直慢慢做修 我爸也是从小就是 做皮箱的师傅 我一个皮箱坏掉了 不冷静说丢掉了 他就自己会去钻一个皮箱 这个怎么处理 因为这里也没有 嘉玉兰也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人家修理 然后我爸就想说 把这个技术慢慢地钻起来 就是慢慢地学这个皮箱技术之后 那有没有对他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 因为现在是网路 然后可能大家说懒得出门 然后就可能就上网 然后我们网路上有写说 有皮箱维修 可能就嘉玉兰就只有我们在维修而已 然后这种算是比较好的之处 除了网路 然后没有店面 然后对于相对客人来买说 诶我来买这个皮箱 然后说那我坏掉要去哪里修理 那这个店家有在维修 那我买的东西 然后就比较有那种 可以找得到 就比较有信任 所以我这种东西比较有价 在一阵敲敲打打当中 皮箱医生父子在小小的工作桌上 传承着这项稀少的工艺 让受伤的皮箱不被丢掉 继续延长使用寿命 中正医报高思桥陈一辰家义士报导 接下来为您介绍本周的活动资讯 以上是本期的ETV 在新闻的最后 带您来一起观看夜猫剧团的演出 我是洪新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